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聰 大家好 我是喬仔 今天我們終於來到東京迪士尼的綠地 沒錯 我們來了迪士尼 Yay 我們上次是幾多個月前 兩個月前 那次我們去了附近的海洋 沒有來到綠地這邊 沒錯 但這次我們相隔了幾個月後 終於可以來到綠地這邊玩 Yay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後面的牌 其實已經有兩個南瓜 是因為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是接近萬聖節 而且在遊客準備要開放來日本之前 我想應該是我們最後一次 會來東京迪士尼來玩 對 不過其實可以看到 雖然遊客未來到 但在這裡也是超級多人 但今天並不是假期 只不過是星期五 到時如果遊客加起來 是會有多麼多人 多麼誇張 我們現在跟上次一樣 都是沒什麼時間 因為每次去這些主題樂園 都是超級趕急的 沒錯 所以我們就一邊走一邊 再告訴大家 GO Cities 朋友 哥 哥 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走到城堡方向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一些小提示 之前其实也有说过 去迪士尼或者迪士尼海洋 其实也可以给入园时间提早入场 正常的迪士尼海洋时间大概9点左右 迪士尼可以在8点半钟左右 就已经可以入园 而迪士尼海洋是8点3左右 就已经可以入园 所以大家如果会来迪士尼的话 就一定要早点入场 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这么快就已经去到城堡的门口了 配戴着我这个买了6年的 这个头裤是我们第一次来迪士尼海洋的时候 然后买的 买了6年了 所以它有点发毛的 软体是不觉得的 多漂亮 1 2 3 1 2 3 1 2 3 我认识那粒 那粒粒粒粒 我知道了 是小木偶的 小木偶的 小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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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等上看Coco和麦麒老鼠的一场演员 我們剛才看完那個表演 那個名字叫米奇魔法交響樂 但米奇外面的秒數是很少的 大部份都是唐老鴨一個人出現 不過進去不是玩機動遊戲 只是坐在一個像戲院一樣的地方 看一個不是真人類的表演 純粹看一個影片 但我覺得蠻有趣的 看著唐老鴨是被人玩的 唐老鴨應該要大愁黑的東西 因為唐老鴨插了很多不同的 卡通人物的故事 好看 我們現在就已經看完 就去看另一個玩的 這個是玩的 這個是在剛才看的一個表演的旁邊 是坐小木偶的車 之後的一個遊戲 十分鐘左右就可以看到 很期待 沒看過的 表演很棒 好看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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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很多小丑 我們剛才已經玩完小麵牛的遊戲 現在就馬上去玩對面的咖啡杯 因為只要排10分鐘 我們現在已經選了上綠色的杯杯 但要轉到你頭暈 天啊,你很暈 很想咬 很頭暈 搞… 接著我們現在去玩幽靈公館 本來我們一進到完後 就馬上抽了一個過程 打算這個要排很久 誰知道進到這裡 原來只不過是10至15分鐘就能玩 所以我們就馬上進去排隊了 我們剛才已經玩完那個惡靈古堡了 超好玩的 超好玩的 因為那個好像是一個萬聖節的特別活動 雖然平時可能也有 不過現在因為快要萬聖節 所以裡面的製作全都是關於萬聖節的事 是超漂亮的 那些南瓜、鬼 而且現在時間大概接近巡遊的時間 在巡遊的兩個路旁邊 都坐滿了很多人 但我們現在就已經在幽靈古堡 對面的Pita Pan 就等著玩這個小飛盒了 這個小飛盒 它剛才外面就好像排排 大概20分鐘左右 是這樣的 來吧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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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已经看完旅游了 然后经过店铺 看到今天这个万城市的限定商品 万城市才有的 可以夹在肩膀上的 好可爱啊 我想要一个 1900日圆一个 这里有三个不同的款式 大家喜欢哪个款式 你喜欢哪个 我自己喜欢这个 因为它的耳朵是两个波板糖 还有食物在这里 这个是超胃食的 好可爱 我决定买一个这个 这个有斗篷的 你们看一下 对啊 很可爱啊 真的很可爱 这么快就已经买好了 就是这个白色鬼怪 1900日圆 好可爱 不过这个真的很可爱 这个是万圣洁舍油的吗 对啊 万圣洁舍油 限定的商品 对啊 那我们现在就和这个小鬼吃午餐了 不过我们暂时都不知道吃什么好 可能在附近看看有没有什么餐厅吃下 好 那我们就出发了 出发 那我们刚刚就随便进了一间餐厅 就叫了两个食物 一个就是汉堡扒的咖喱 另一个就是炸豬扒的咖喱 再加两杯夜饮可乐和冬污冬茶 加上都是三千多日圆 那我们现在就立即吃完就出去玩了 我们现在就已经吃完我们的午餐 就准备玩这个Big Thunder Mountain 这个要排25分钟了 这个是不是过山车来的呢 不过应该都是BB版的那些 我们吃饱就可以玩另一个日圆 我还没吃饱的 但我待会会再吃的 我饭很小的 不够我这个食量惊人的 但我也可以再吃两只大鸡尾 嗯 好了那我们就继续排队了 去吧 嘿 我买了这个 Halloween期间限定的 一个南瓜美的Chulot 这个是500日圆 我想吃很久了 我经常看到人们说它 我不客气了 很美味 它上面是贴满了的糖漿 很美味 是有点点南瓜味的 那我们刚才玩完这个 叫做西部沿海铁路的地方 其实实际上也不是玩的 纯粹是坐一个好像观光小货车 就可以看到沿途的风景 而且可以看到少许里面的布置 很喜欢的 我们玩完之后 其实两个都觉得很硬 睡觉 因为里面实际上太舒服 很奇怪 我刚才是在那里面的布置 我会在那里面的布置 很想念 小鹿 我们看完这个2点的浑油 然后就来玩这个怪兽公司 都是排15分钟左右 我们刚才已经看了两个浑油 一个是早上的浑油 另外一个是早上的浑油 但是在哈罗云期间限定的浑油 其实今天这个浑油有五个浑油 然后我们打算 希望可以全部都看完它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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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這個美麗? 我要換了,你看著 我再轉,你駁起來吧 已經一年玩了這個怪獸公司 Star Wars和巴士光年 現在就向我們今天最想最想玩的一個遊戲 就是這個美女與野獸的遊戲出發了 因為今早我們入園的時候 我看到時間是要等70分鐘 但現在只不過是等30分鐘至40分鐘就可以玩到 所以我們立即出發吧 Go! 是我最期待的遊戲 東京迪士尼裡算是比較多人玩的一個區 因為這個區是2020年尾才正式開幕 而且裡面聽說美女與野獸的場景 還原度是十分之高 所以我們都很期待現在去玩 現在要等的時間大概是50分鐘 話說大家如果來這個美女與野獸的位置 一定要留意這個粉紅色的城堡 我覺得還原度很高 而且很多細節都很漂亮 我們剛剛看完這個美女與野獸 超級精彩 然後橋仔看到哭了 太感動了 這個真的超級超級值得派對 我們剛剛就已經看完這個美女與野獸 真的很好看 大家一定要來看 我覺得是還原度很高 而且整個故事說得很完整 而且裡面所有畫面都是超級漂亮 很感動 真的看到眼泛淚光 好 又買了一個Curro's 今次這個是蘋果肉桂味 這個也很香 500元一個,現在馬上吃了 很好吃 剛剛的很好吃 這個超蘋果 這個超蘋果 剛才那個沒有那麼南瓜 沒有那麼多 這個很好吃 你不覺得剛才我覺得很好看嗎 很好看 我真的很感動 而且他們一進城堡 就已經開始整個故事 他們連和你等待的位置走 然後他們又吐了一個杯 整件事都很好看 我真的很感動 這個園區的商品也很漂亮 這是剛才的玫瑰花 這個好像是糖 一本書 然後打開了裡面是有朱古力的 真的很漂亮 很喜歡 這個也是園區限定的 讓我嘗嘗一下 馬上變成美女 不是,我是野獸 我最喜歡茶煲媽媽 還有她的B 這個很可愛 這樣一隻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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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前面 有些南瓜 我們去拍完照 然後就看待會的巡遊 1、2、3 還有什麼? 沒有 1、2、3 或者向後這樣 1、2、3 1、2、3 很想幫對方做少年嗎? 1、2、3 最多人最多人最多人拍的就是這個 在社交平台上不停看到它出現的 我以為它很大 原來它這麼小 這個很可愛 就是這個拔南瓜的 大家都是這樣拍的 我一定要拍一個 1、2、3 有什麼? 壞了嗎? 我完成了我們今天的一個小心願 就是去這個地圖拍照 而我們現在就已經走過去 看我們今天的第三個巡遊 就是這個Halloween限定的惡鬼巡遊 GoGoGo 1、2、3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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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米尼工作坊 就是新的遊樂設施 不過我們這次不玩了 因為現在超級多人派對 看完表演之後 看完那個惡鬼巡遊之後 說這麼快就已經到夜晚了 我想說美女瑜一秀的夜晚 很漂亮的 這個園區 這個園區 這個園區很漂亮 這裡很浪漫 現在我們就來了排隊 玩這個PooPoo蜜糖的遊戲 然後就要排30分鐘左右 排完之後 應該就可以看夜晚7時半的燈光巡遊之後 再看煙花就離開了 沒錯 其實我們是因為已經 不知道玩什麼好 所以見這個比較少人排的就玩這個 要買很久了 挺久了 國民好多年了 謝謝 還是遲表北龍 快點 終於也買到這個火雞腿吃了 買了兩隻 一人一隻 做我們的晚餐 如果不買的話 可能會說這東西很肚餓 沒有東西吃 不用買的這個 雖然它的味道一直都不是超級好吃 但不知為何每次都會吃 這個好像說了很多次 這個看樣子好像比USB好吃 那我們要吃了 不客氣 我們現在已經吃完雞腿 之後在排列我們今天的第四個巡遊 準備看 這個是一個晚上著燈花車的巡遊 看完這個 就應該可以等待這個花火了 好美呀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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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準備坐這個Baymax 好緊張 一起跳舞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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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就回到酒店了 今天早上回到酒店的國西站 不用半小時已經回到酒店 這間酒店距離迪士林的話 大概是四個站左右 去迪士尼斯的話就五個站 其實我們這兩天住在同一間酒店 為什麼會選擇這間呢 其實就是因為方便去迪士尼 一走出去不用五分鐘已經有一個巴士站 直到迪士尼樂園 這間酒店一萬只需要三百三十元港幣 還要連這個drink bar 在東京來說其實真的超級便宜 而且裡面可以看到其實是很新鮮 不會覺得髒 而且空間都算OK 可以先開到行李箱 所以我們現在就馬上去片 看看我們這間酒店的介紹 嘩 嘩 嘩 大家好 現在是突約記者喬仔 我們今天就帶大家去看看我們的酒店房 嘩嘩嘩嘩嘩 這間酒店房其實就是在迪士尼 遠一點點的地方 大概就要隔五個小時至半個小時 才會到迪士尼 都是近迪士尼 那這間酒店我們就先帶大家看一下 其實一眼就已經看完了 你進來就有一張商人的床 然後這裡就有一張桌子 有電視機 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 而且價錢也是十分便宜 我們兩個人在這裡住一晚 大概是三百三十元港幣左右 而且呢 樓下還有一個飲品的酒吧 可以讓我們晚上自己去喝東西 或者早上去喝東西也可以 然後呢 這裡就是一個瓷櫃 瓷櫃 看上去就是一樣的格局 跟我們之前住的酒店 但整體來說都是乾淨 而且好像挺新淨的 然後呢 其實這間房間已經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除了這些之外 有毛巾和牙刷都有提供的 然後呢 去回 去回 門口這個角落 其實它就有一個熱水鍋 然後還有一些茶包 還有一個雪櫃底 看看有沒有水 是沒有水的 三百三十元一晚 而且樓下還有這個Dorninguva 我都不期望它會提供水的了 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晚會住在這裡的酒店 而這個地址或者酒店名字 我們就打在這裡 如果大家會去迪士尼玩 或者是會來這裡附近的話 都可以考慮住這間酒店 拜拜 那不如回回正題 說迪士尼吧 我們今天呢 其實就已經總共是玩了十二個小時 我們由開完之前呢 就已經去到迪士尼 然後呢 是玩到晚上九點幾 我們才離開這個園區 但我們今天是超級盡興的 因為我們基本上呢 整個園區裡面 九成我們都有玩了 是的 其他沒有玩的 純粹是因為自己不想玩 有些可能是比較小朋友的 但是其實基本上熱門那些 或者基本上很多人排隊那些 我們都有玩到的 不過呢 其實有一個小小的遺憾 就是其中有一個展示 我們就看不到 那個展示大概就叫做 不知道什麼 米奇的魔術展示 那為什麼我們看不到呢 因為那個是要抽選的 所以呢 現在我們接下來就要講一些 關於我們覺得 進去迪士尼的一些小提示 或者之前有些觀眾 都有看過我們之前去迪士尼斯 其實那時候我們在片尾 都有提供過一些小提示 現在就溫故之身 也可能再加一些新的小提示 就告訴大家 好 再提多大家一次 就是入圓的時間 雖然是說到九點 其實呢 迪士尼斯就是八點半 就已經可以入圓區 而迪士尼斯就是八點三 就已經可以入圓區 所以大家如果去迪士尼的話 不妨就是可以再早些 去到迪士尼那裡 早些進去玩 第二個小提示 其實上次都有提及過 現在呢 它是沒有了一個紙的地圖 所以呢 變相我們呢 其實在離迪士尼之前 最好呢 前一天呢 你就下載迪士尼的apps 因為那個apps裡面 就有一個地圖 可以用的 那個apps裡面 有很多功能 還有在那個地圖裡面 可以看到 即是它是很詳細 告訴你 那個機動遊戲 那個show 你要排多久才可以玩到 那個apps你進到圓之後 你那張門票 拍了進去 在圓區裡面 才可以再用那個app 取得你的QR曲 才可以正式在圓裡面 抽票 抽票就是譬如 有什麼show 我要看的 都要靠這個去抽票 因為人數太多的關係 現在就有這個限制 票抽中了 我才可以在指定的時間 去一個特定的地方 看那個show 以前迪士尼裡面 例如我想玩那個 機動遊戲 或者那個遊戲 太多人排隊的話 我們可以先去拿Fast Pass 但是現在 在日本迪士尼的話 那個Fast Pass 就已經取消了 如果你想快一點的話 就要在圓裡面課金 而每一個人 一個 item 是1000日圓的 不過好像就 不是所有機動遊戲 都有這個功能 我想應該是一些比較熱門 真的要排 平時可能排幾個小時的遊戲 才會有 還有一些新遊戲 例如我們這次去的 就有這個Baymax 還有這個 Duty on the Beast 大家就要看那個apps裡面 有哪些遊戲的項目 真的要排好內隊 而且你不想排的話 就可以選擇 課金這條路 而且最後一個小提示 就是講這個的巡遊 因為其實在apps裡面 除了show 和一些玩遊戲的項目之外 巡遊的話 你按進去 是會看到整個巡遊路線 我建議可以選擇 例如你想看完巡遊之後 你下一個想在哪裡 玩的項目的話 就在那裡附近看 我覺得就會最穩妥 當然如果你想拍一個漂亮的畫面 當然就是在城堡正前方 來到最後 其實就想講一下 我們今天玩了那麼多個遊戲 就做一個排名 看看我們自己是最喜歡哪幾個遊戲 看看會不會不一樣 第三名開始 你要讓我想一下 糟了 我已經忘記了你玩了什麼 我選了 等一下我還沒想到 我完全想不到 三二一 怪獸公司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看怪獸公司 從小到大 我覺得裡面超級漂亮 而且很好玩 因為我玩的時候 我有四萬多分 它只有八千多分 然後我覺得自己是一個 怪獸公司的神社手 我剛才說過山車 好像叫做 Funder 不知道什麼 總之在一個山上 算是這個園區比較刺激 一點點的過山車 比起其他遊戲 感覺上是好玩一點點 所以我就放了它 是第三名 那第二名是什麼呢 1 2 3 FEMA 那為什麼會說它是第二名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 我們剛才最後玩的時候 真的玩得很開心 對 它好玩的原因就是 它的氣氛比較好 沒錯 其實它就是咖啡杯的模式 純粹是因為那個氣氛 就是你玩的時候 那個氣氛 那些人傳播你旁邊跳舞 然後你自己也有跳舞 所以整個氣氛感染上來 這件事就變得很好玩了 嗯 那之後就到第一位了 其實都不需要說了 好 1 2 3 FEMA FEMA 其實我想一下 還有一個好玩的第四 就是那個 惡靈古堡 啊 因為那個是萬聖節 特別的特效 所以就感覺上很新鮮 還有很有趣 嗯 那不如說回美女與野獸 其實都不需要多說了 因為這個是一個新的園區 嗯 是一個很漂亮的園區 是啊 令你身陷在這個故事當中 就是好像親歷其境 這樣見證著它們這個愛情故事 最後有一個很好的結局 你會覺得整件事實在太完美了 大家一定要玩啊 美女與野獸 我覺得很好玩啊 那好啦 其實要說的話 就是差不多了 距離我們上次來 Disley C的時候 其實都隔了兩個多月 那為什麼這麼快會再來呢 其實想在這個遊客 進來之前 再去一次 就體驗一下這個 沒有遊客的迪士尼 因為其實真的差很遠 是啊 老實說 真的 基本上應該再沒有機會 會這麼 這麼少人 這麼少人 可以這麼順暢 玩所有東西都 是啊 所有主題學員都是 包括USJ也好 什麼都好 是啊 所以是一個很難得 很難忘的經驗 我們今天排隊最短 我想應該五分鐘就排到一個遊戲 而且我們最長應該就是Beauty and the Beast 排了大概八個字左右就已經排到 所以對我們來說 今天是一個很滿足 很幸福 很順暢 而且玩到很累的一天 但是呢 其實我們這次來到東京 當然不是特意來這個迪士尼樂園 其實也是為了看演唱會 這個好像已經重複了幾次 是啊 而且每次看演唱會的人物 都是只有兩個 哈哈哈 你看這個很滿 不是看Amy 就是看Leona 所以其實明天也是看Amy 沒錯 這次這個演唱會 跟上次我們看了四場的不同 因為那個系列已經完了 這次這個就是他的十周年最後的演唱會 其實有兩場就是在橫濱 有兩場就是在大阪 我們四場都會去的 明天開始就會去橫濱 但其實我們兩個好像都沒有去過 所以明天除了看演唱會之外 早上或者中午 可能就會和大家一起去 逛逛橫濱的市中心 因為都沒有去過 就沒有去看看 到時候會去些什麼 吃些什麼 再下一條片告訴大家 好了 那我們就下一條片再見 希望今天的影片 對你們來說都是有趣 而且是有用的 拜拜 我們下條片可能大家都去了日本 拜拜 拜拜 耶 耶